其實他蘋果那個是不是 除了蘋果之外還有咧 Google跟亞馬遜 他說他都看走眼 因為他說亞馬遜他說他低估了貝佐斯這一個人 他說他不看到他們的公司沒錯 但是他低估了他的能力 然後Google他也是低估了大家的使用習慣 他覺得這個跟以前Yahoo有什麼分別 但分別很大 而且波克夏就是他第一個錯誤的決定 對啊 這個房資產真的是 他們現在的公司叫波克夏海瑟維 這其實他也講過之後 這個是他跟查理萌格兩個人做過 最後回跟也許是最錯誤的決定之一 就是他有點意氣用之 因為當時就是他們要 波克夏以前是一個房資廠 那房資廠其實那個時候在美國已經算是 慢慢沒落了 慢慢沒落 他們那個是比較傳統的紡織廠 可能被比較新的可能要取代掉 對 那他們當時要買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攤好一個價格 然後好像是價格後面是 那個要賣的人有點像出爾反爾 之類的 就巴菲就覺得他被騙 後來就意氣用 所以他就很生氣 然後就把他們整個買下來 然後把原來的老闆把它開除 對 就只為這樣子 然後發現他買貴的 然後 那後來紡織 已經不是波克夏 應該是沒有在做那門生意 波克夏已經 那個紡織已經沒有在做了 他們就是一個 控股公司 一個 你要想一個控股公司或 投資公司 那旗下當然有做 有賣衣服的公司 也蠻多的 那你說馬國馬頓這個 我覺得看你怎麼去講他 然後因為他怎麼講都可以 你覺得矛盾他 覺得OK就好 就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說 巴菲他講話其實 常常他也會反反覆覆 我們講反反覆覆 他以前就會說他 不投資科技產業 其實他明明就有投資IBM 對不對 IBM他有投資過 IBM在當年就是像現在的 Google或蘋果這種感覺一樣 當年絕對他是第一個 第一台我們說第一台 這個電腦是IBM 發明出來大型的商用電腦 怎麼講呢 看你怎麼去解讀 所以他的話 你就當參考 你還是要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做法